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聲日》 接著就應該是說到是... 是不是周浩之海? 好像還沒到沒有? 是啊,紅王過來叫幫忙 紅王來上門 所以其實是說 一開始就說不加速世界裡面 真實身份是一個很重要的寶物 當然你說 紅王是用什麼? 有錢人的大法 他怎樣去找出就是阿春雪出來 那其實你沒有的 那別人多錢,別人有錢他超強 那沒辦法,這件事固然就 是不是? 那我找到他出來 一開始就... 入署了,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情色真是很恐怖 我發覺全部都很容易吃 有用AI的地方就很容易吃 總會有些涼彈 但問題是他們的保安未做好 就要把人在電腦那裡 AI是低能的 這個世界很有問題 因為醫學技術未發達 已經用在人體上面了 那你用不用? 不是的,醫學技術也沒有 100%能治療的 但這裏高幾高 好像差不多六七成 差不多吧 六七成 那沒問題的,你做完動物實驗 就拿人家做成問題 因為這裏,你說是保安物 當然這個又是所謂的 你不可以... 那些人不喜歡 因為你如果要評論他的世界設定 其實... 他那些... 應該說他... 他要head就要head 你不要理他是不是小學生 中學生 你只是帶黑雪機 可以自己偽造自己身分證ID 你都會看到 喂,這傢伙是犯法的 他不是家族世界最大的通緝者 他是家族世界最大的通緝者 他只要不讓人發現的話 他不是犯法 我只要讓警察看看這個真的聲音 傻啦 所以紅王就知道 紅王只要看到他這個身分證 你PK了 你那些 哈哈 讓我出去告白你 你現在要幫我了 還要說這麼多話 他應該會有學術 攬炒啊 然後立即一試 在那間房間裡面 這個真的會出現一個兇殺 我不知道 紅王就找了想說 然後條件就是... 其實就是... 要不說回那件事先 因什麼原因來的 因為就是說 在這個家族世界裡面 那套甲啊 就有一套災禍之海的甲 裝備啊 這套裝備其實就... 會入侵 裝備者的意志 令到他會變得很好 不是啊 如果你有玩RPG那些 就是一件很厲害的海甲 但上面有個咒字那些 那些是天堂來的 什麼天堂 天堂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其實差不多 我想穿完也是那個年 其實當年天堂 其實就有一些裝備 就好像 其實有一件 可能叫精靈海甲的東西 如果你不鑑定的話 其實這件規甲 就可能是 一件被鎖走的精靈海甲 而被鎖走的精靈海甲 如果被鎖走的精靈海甲 是脫不住的 是脫不住的 當然天堂有脫的方法 但是你說 我覺得是幾... 最初我一想到就是這個設定 是自己天堂的 有些RPG都有的 有的 但是通常那些能力只有高 當然 有些更差的 你每次砍人都會減自血 對 這套海甲 最終就是 第3代還是第4代 第3代 第3代 就是 7個純色七王 聯手 好 就打低了它 然後確定這套鴿 沒有再寄身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沒有再寄身在其他人身上 沒有再寄身被誰拿到 以為這件事完了 但是 現在又出來了 在這個時間點裡 再次出來了 而這件鴿的附身就是熊王的上輩 熊王的上輩 熊王的上輩 就是想拯救他們 因為不是 所以就要用 帶出了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 公 他們團隊裡面 叫做團聚一擊的東西 就要用團聚一擊來制裁 自己團隊裡面的成員 這個團聚一擊就是 即死攻擊 即死攻擊 將你所有加速點數 全部取消 這些黑社會的什麼鬼 斬手字 想出會好斬手 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另一個次庭的筆 你真的不給別人反應 這個世界你說的是競爭 而加入公會那件事情 其實就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短期內的合作關係 但是你在這個短期內的合作關係 就被凌駕於 在那個領導者身上 他有這種的能力 他說過的 如果你避到一個月便可以 因為他說 那個轉聚一擊的有限 其實是一個月 你要穿了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穿了一個月不上市便可以 大佬 多難 看不到 你上學又要連線 這條件很難達成 當然我們偉大的黑雪機 很容易做到這個條件 還欣賞了幾年 你吹什麼 他為了想消滅 因為這套海甲就有 叫做什麼 他好像蜘蛛俠一樣 叫做什麼 僱主 宿主 宿主 因為他說什麼 為什麼要找春雪的原因 就是因為春雪會飛 而為什麼呢 因為今代 第四代 左右珠海 他有一個能力就是 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厲害 還有有蜘蛛牛 有蜘蛛絲的能力 那麼飛什麼事 所以飛 飛就追到 因為要制空 立體戰鬥問題 要制空拳的問題 所以他就看中了 唯一有飛行能力的 SILVER CARO 就想幫他去捉住 聯手 聯手 打下載路之海 看看有沒有什麼安全的方法 可以把那件甲和上背分開 但我記得好像不是說 副身 要拿裝甲不是因為打了 每人之前說 打不走的人之後 他隨機碰裝備裡 我記得他之前是設定的 你說那副又怎麼拆 那你也要拆掉他 那你也要拆掉他 總之叫做什麼 其實熊王也不知道 什麼方法都要試一下 要解決這件事 就拆掉他 因為他現在說 現在的副身者 周圍找其他人 去襲擊 而因為 陸王有互不侵犯條約 而他襲擊其他色系的成員 搞破了 而這樣的話 其他五個王就要逼他制裁 他這位上背 但是他不想 所以至少就是 如果他打贏了他 打贏了他 打敗了他 起碼 他可以按住這件事件 不讓出去 解決這件事 至於我解決這件事 最起碼有信心 就是我自己搞定 很簡單 就是其他色的工會 就是你自縮 好 好 好 可以來了 之前他開頭很簡單 就是PVP一對一 大家出現一個 叫無限中立地帶 這個要升級四 才可以進入 而且要消耗十點加速點數 又是一個新的設定 然後就說 這個才是加速世界的真正戰場 什麼痛覺又會加強 傻了 什麼加速世界的真正戰場 這個是暴民戰場 說什麼人多就贏 那倒是 就等於我玩驚慌而已 你的PVP多厲害 有什麼用 人多一人照射你 所以之前說 黑雪機 進去那裡 然後整個黑雪機 所以 沒可能 給我都不進 他都說過 其實王是很少出入 這些地區 但是大哥 你猜 等病人圍嗎 你不會一個有錢人 突然進入貧民窟 被人打劫容 也不知道 沒關係 其實有一個競技場 你不會無端巴士自己走去 對 問題 還要那個會跌裝備 你看 其他王 好像王王 一群一起去 但是紅王沒有 為什麼會是 我覺得很奇怪 他沒有帶 因為這件事 還不是很多人知道 你養了出去 一個人知道 十個人知道 十個人知道 一個王 一兩個親信 你帶到身邊 但是沒有 他在身邊 整個都是黑王的人 因為那些人 其實真的 他決定沒有這個風險 老實說 他用現實身份去的話 其實他遇到就是 有危險 甚至 他已經是交低了 如果有什麼移屋的話 你那邊做他 其實他 導致一個 玉石俱焚的心態 第一個危險 就是他不知道 黑雪姬那邊公會 會不會幫他 第二個危險 就是他單獨潛入去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被委 而且 而且 他本身的計劃 就是 引誘阿春雪 加入他的軍團 用一個很低能的理由 只有他會相信 那個理由 等他加入他的公會 然後用斷罪一擊 去困住這傢伙 等他去幫他完成這件事 他開頭的計劃 誰知道 穿了鍋 當然這些小朋友的計劃 就不要你這麼多 先人跳 什麼什麼跳 先人跳 就是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 先人跳 就是 提到說說少少 就是說 有一個女人 引誘其他男人 去開房間 然後在一個房間 等男人出場 我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 找一個男人 叫什麼 敲詐 我知道 我知道你說什麼 千人跳 那你說 我聽說千人跳 那是什麼 那個 接著他在這個無患際中立戰場 然後 因為 被紅黃 黃 黃 對 Yellow 小丑 小丑王襲擊 不是黃黃 是黃 黃 黃色之王 也不是黃黃 King of Yellow 對 不知道是什麼 我是他們自我想像的 所以他們就說 原來小丑王襲是你 你這條死仔 收賣了 然後就說 你就是 想借意 發動這個 戰爭 讓你可以成為 你保守 然後其實呢 去到這件事 他們不斷地說 卑鄙 然後我覺得 黑雪機的零化現象 其實不關 那個人播放這篇章 你們的言語攻擊 其實是在說他 大哥 有 但問中華昌 還說 100%附身 為何可以交給其他人 有 他會以道具形式出現 他會有機會 那不開刀就沒事了 他變成一件道具 即是你變成一個icon 老實說 都是他們說 黃色之王 是收了這套戴 但黃色之王 是沒有說過 我收了 你們在那裡 自說自話 在那裡自開得那麼開心 他又不敢插嘴 QB在那邊笑 他只是來服你 想著 然後 他在說 再帶出另一個事情 就是 當有人 這個 互不針反條約 打破了的話 那個根田就要 交一個人出來 讓另一邊的人 任意制裁 教徒就說 知道熊王一定會過來 然後就說 其實你那個黃色之王的目的 就是 他也是想成為level 10 然後我說 那 耍些小手段 我覺得 為了成為level 10 開頭這個故事 經常都說 阿熊說 很羨慕 有人可以 不顧一切 甚麼都不理 不顧一切成為level 10 我覺得這狀況 往往都是這樣做 其實 你是不是應該沒有這種 用這種規計 去唯偶你們 那 就是 都是黑色 那樣東西 就是 主角方 唯偶 就是 正義 唯偶 唯偽 就是 如果你這樣說 大家都成為了 那 他本質上是沒有錯的 那 我也是用對戰方式打贏你 不過我唯偶方式打贏你 而且正常 因為他建議黃色他不是特別 在戰鬥方面 他專程是幻覺系 他正面打的輸贏 當然要屈你 他什麼正面打的輸贏 為什麼會單挑的 他基本能力 但是善長的能力 而你如果這樣的話 我特性是這樣 我為什麼一定要跟你正面打 是不是一定要正面打 才覺得好型 好威威 不是正常的 他用回他善長的那種 打法而已 其實是OK 其實是OK 往往沒有罪的 好像蠢蛇一樣 有打到地面打 你才會飛了 什麼鬼子 你飛你不卑鄙啊 你 超卑鄙 下來打 站在地面跟我打 對 你跟街霸 你不要用幻覺跟我打 然後他跟我說 你不要飛跟我打 脫臭 對 紅王你不要開炮 用手打 搞錯 你穿著裝的這麼巧 你不喜歡武器 大家拳手拳 大家拳頭對拳頭 小學生 他整個人用短於黑樹的手 你那個Case是說 他就是因為不同特性 有不同方法去打 你不可能說 黃色之王是卑鄙的 他就是善用他的能力 沒錯 鼻皮可能稱讚你 我只是說 這些東西他養了出來 就被人罵 這些東西應該收起來 應該不止一次 我想 這個東西其實 我覺得被人救病的多元 就是 危機是硬製造出來 然後就說 本來 超你一個王 我兩個王在 然後他就突然 播斷片出來 失身分紀念 那些東西 然後就令到黑雪姬 癱瘓了 靈化現障 你這個心想就是 其實 這件事 全世界都知道 春雪 你不多不少 你給他看 大哥 你殺了紅王 你都說這個事實 你說出他把他分屍 又好 獵棋 把他怎樣殺 他也是殺了他 其實 你給他看了之後 你不想給他看了你鬼畜的一面 算了 那你贏了 不是 他應該要了解而分開 不是 捉住了他就怎樣 不是 女人都不用讓男人知道 以前的男人 他怎麼對以前的男人 你知道嗎 真的很恐怖 現在不可以讓人知道 你堆壞了他 原來又是人類衰退之後的理論 有些事情就不要知道 太深入 你知道沒問題 你不要爆出來 下次學者跟身體說 我可不可以抱你 然後想 紅王的禍死了 不要抱我們 這樣會 你先讓我開個翼 有什麼事 你還要飛走 你讓我儲一個包子開個翼 那你說 他強行做到這個危機 令到就是 紅王要單丟 紅王單丟那麼多 很多人 黃色軍團一群 叫做 喵喵 然後大人 最好 老實講 我在這一套 錄影 我去到 這段落 我開始越來越表現 托姆其實才是主角 他才是主角 正常 你有看到 先不要說 你有走到這段落 但他能夠給你的戰鬥 他的閉利 就算他和人單挑出 你那傢伙整隻烏鷹到處飛來飛去都不知飛去哪裏 擺明叫做什麼 撿死雞 你主角那麼低等級 只會飛的時候 他四等級 都是四等級 又不是中立地帶 沒有都是四等級 他好像沒有講過其他能力 有 找頭陷 總之是必殺技來的 小花靠只有兩種必殺技 投賽和飛行能力 這兩種必殺技 好像是拳擊 那些是普通攻擊 總之他必殺技欄裏面只有投賽 而特殊能力欄裏面有個叫飛行能力 即是炮彈衝他 殺高拉波 神風特攻隊 自殺 你看到這一段裏面 就是阿鶴姆 即是他 果然是古鐵巨長 你的意思是說他拖姆在一場戰力裏面做的事 比他主角更多 做得未必是比較多 但最起碼那場戰鬥量例 他打的那場戰鬥 就是你見他跟另一個人 同歸於盡那一下 你那個戰鬥迫力 你整場裏面沒有一段是比他做得好的 這下才是最灰的 這下才是 最灰是整班傻佬不去 不去照顧黑水照顧紅王 黑水都躺在那裡 打死他 全部人不會撿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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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絲花就直接撿雞 普刀 先撞掉他 你不讓他們有騎士精神 你懂得唯有你就沒有騎士精神 只會撿上一個羅莉 然後說他們有騎士精神 你覺得厲害 你看到羅莉其實是很大部的紅王 很大部羅莉 那個不是很小顆的Avatar 然後很大顆的豬嗎 還有你說他唯有就是 拆他池塘 簡單來說拆裝甲 拆裝甲和池塘不同 其實那裡其實 表現不了一件事 就是他只是在托姆那個位置 就是死了之後 有個復活的時間 那個東西 其實紅王你開口 旁邊應該都很多 但他說到好像 射完之後他們就死了 那班人 那個感覺是射完之後 射完之後 喊完之後還有一班人 其實有沒有那麼多人 黃色之王有沒有那麼多人 搬到那麼多人馬出來 之前他和春瑞打過 全方的防禦炮擊 他有 後面有些噴火器 但到他被黃王圍的時候 好像沒有用過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一集這麼威嚇 就這麼廢 其實這集他只是給了一個意識 告訴我 就算你LV9也好 其實中立地帶 你被人圍你也是死硬的 剛才紅王那段 就是敵方角色加入 我方真的會變廢 這個不對 永恆的變廢 就好像基治一樣 原本一個超級 就是敵人的時候有十萬人 在你過來的時候 八千人你有沒有病 真的 他如果沒有病 他真的有十萬人 然後跟著 解決這個危機 無緣無故 打到這樣 黑暑機上 倒到他那樣 撿尾刀 放嘴炮 他之前是假裝睡覺 有田 這個肥豬放嘴炮 然後他就醒醒了 老實說 我覺得 如果不是阿春雪在這 他撿了四雞 那兩隻 又多兩隻黃卡塔 已經可以 殺了三隻狗級的黃 真的 他愛於面子關係 應該是 正常來說 拋個球 折了黑暑機 躺了 黑暑機 躺了之後 他又可以先撿尾刀 打死黑暑機 然後 紅黃差不多倒塌 他再去補刀 三個就可以殺了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但他沒有做到 那為什麼 然後 因為殺出了阿 他騎士 就像阿修三華誌 災禍之海 就無緣無故殺入這個戰場 走完 然後捅了黃色紅一刀 然後這傢伙就穿了 好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亂進去 這樣撞一刀 走完 你這些就是 硬製造高潮 為劇情而製造高潮 你沒有原因 就是 躺下了 他醒了 他被人插了 因為那傢伙黃黃死了 就沒氣了 找一個人退場 那傢伙都出來 類似的 讓我躲在一邊 等時間再補刀 沒有啦 他狂氣 那海駕 那你怎麼會選擇時間 剛剛飛到過來 你有沒有聽過 他不會飛 剛剛走到過來 而且正常 黃死神王 應該等他打到最後 打到差不多 才會懷疑他們 那他不是不懂 沒有腦 受了打機就差不多 那是黃法的 可是一開始新回算 那一班小學雞 你怎麼會有志偉 這套東西 你說去到這裡 然後捉獲之海 最後就是 一場都不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 在大廈移動 其實我覺得 都未必去到這裡 做得那麼好 畫面精美 都尚算可以 但你說 戰鬥感 其實真的不足 因為 我再說一句 本身SILVERCAL的攻擊手段 實在太少了 因為他主要是速度 一閃流 很難做 像TOPPO有必殺技 很有氣神化的東西 他沒有 但是他連一閃流 都不太能做到 還有他把刀都在揮 對於這件事件 之後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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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有一個戰略 就是 春樹升級 將所有的 點數 加入到 翼 接著 接著 很明顯 林美伊的才是打機 飛行能力 當然是加射幾能力 你打機戰 你會不會等一部真實 拿把劍仔出去 刺人 你什麼神經病 很明顯 他沒有賺一些強積金的投資廣告 不要100% 百分之多 大哥 你都傻的 強積金是否都會虧的 他在說 就是 叫做 他將 搞到 阿春樹 其實 做出來的額色 太極端了 他沒有其他特殊手段 其實是做到 即是 將能力加上移動力 那裏 那裏 有12格移動力 那裏 你飛過去 那裏打人 你是飛得快一點點 那裏 我覺得 他在這裏 說到飛行能力很重要 其實這裏 你會看到 在災浪之後 飛行能力是不停被人打臉的 被人射下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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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會飛也沒有 他自己說會飛 其實不要大不了 只要打了 最重要 就是 你的反射神經能力 夠不夠強 那這裏 他硬是配對 你會飛 如果你又閃到的話 你速度又快 那你摸不到 那我又可以打得中你 那裏 那裏的意思就是 算了 機前白騎士 不用槍 你避開 你被天外打完 那這裏時間差不多 那最後一節 我們就說其他 那裏